开车上路保险一定要买好买满 但是如果你开车上路 撞到这种交通工具会理赔吗 现在其实辅助驾驶还蛮普及的 但是因为不但使用辅助驾驶 造成的交通意外 真的是越来越多 难道各国的政府都无法可管吗 在台北市呢 其实交通的乱象 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但台北市的十大危险路段 观众朋友你知道吗 有哪一些是常客呢 更多精彩的车谈大小事 都在我们今晚的梦想街57号 我们首先先带大家来看一下 这则惊悚的新闻 小飞机越飞越低 下一秒整架摔到高速公路上 不但右边的翅膀整个折断 机身与地面摩擦后 还起火燃烧现场现象断生 美国一架小飞机 9号中午起飞后没多久 就在91号加州周到坠机 从画面上可以看到 小飞机坠毁时 高速公路上有许多车辆 目前已经知道 有至少一台轿车 被小飞机撞上 失事原因还在调查中 不排除是引擎故障 当局也说 小飞机内的两个人 在坠机后都从残骸中 顺利逃脱没有受伤 这真的是天外飞来横祸 而且你想躲都躲不及 从这个案件之中 我们可以衍生出一个 化问题来 因为我们无法避免 我们开车在路上 被天上掉下来的飞机给撞到 但是你得要知道 你车子的保险 有没有办法来理赔你的 这样子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形发生 例如说被战车撞到 被飞机撞到 被堆高机撞到 被这个阿嬷的三轮车撞到 被路上的脚踏车撞到 保险到底能不能理赔 因为为什么 不是每个人都保假式的权险 没错 假式的权险 当然除了地震洪水不赔之外 台风不赔之外 怎么样的奢损 你都可以有一个保障 那乙式的奢损也就还好了 如果在路上 你真的遇到战车撞到 你如果你有乙式的车损 你也不必要太担心 但是如果你保的秉式 我相信非常多的观众朋友 都跑的是秉式的车体险 因为我的朋友常常问我说 阿大 我这个新车 你建议我保假式秉式还是乙式 我说你都几岁了 又不是我们年轻的时候 还会开车掉到水沟 撞到树 甚至冲到槟榔滩里面去 所以你保这个车碰车的 秉式车体险就可怜 因为价格又比较便宜 我们自己开车在路上 我们很遵守交通安全 我们这个秉式的车碰车 只是避免什么 冒失轨撞到我们 造成我们的车损 会有一些比较大的 金额上的一个支出 那结果现在呢 这些冒失轨 不仅仅是三宝而已 还有飞机 还有战车 好多变因 对 还有很多变因出现 那这个问题就来了 如果你保的是秉式的车体险 叫做车碰车 战车算哪一种车 对啊 它算车吗 是 对不对 冠仪 这个问题真的很值得探讨 对不对 是 那事实上在保险公司处理 这一类案件的案例上面 通常都用所谓的个案的方式来处理 也就是说看这个事情闹得有多大 是不是 因为保险公司理赔 他还是要找到对照 能够跟他求偿的战车 对 或是三轮车 或是对高机 所以其实理不理赔这件事情 在于什么 这些战车 这些堆高机在路上行驶的时候 有没有拥有合法的路权 因为你如果是行驶在公众道路上 拥有合法路权行驶的这些车辆呢 跟你发生的碰撞 当然就构成了 所谓车碰车的一个这个状态 但是有一些堆高机 本来没有路权 是违规的行驶在路上的时候 这时候可能就会真的 对于你的秉式的车体险 有一些些影响跟损失了 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对 他没有车牌 他到底算不算这个车 车碰车 算不算车碰车 其实有机可循 为什么 因为政府现在已经开始列管 这些所谓的电动车 跟自行车上路 也有规定自行车行驶的一个车道 所以自行车在马路上面 是拥有什么 拥有行驶的路权的 当你遇到这样的事故发生的时候 你真的不要太担心 只要注意跟你发生事故碰撞的人 有没有影响 有没有受伤 这样就可以了 那其他关于车辆财务损失的部分 只要你保充足的保险 我想都不需要太担心 那这一点 我觉得就在借由这种 很离奇的交通事故上面 可以分析给观众朋友们 如果你不幸的遇到这样的状况 怎么样来自保 艾达那再请问一下 那个你刚刚讲那个秉氏的车碰车 那如果真的因为那个飞机掉下来 撞到那个小黄司机的话 那基本上那个会理赔吗 这是个案处理 用个案就对了 飞机在道路上哪有路权呢 对 是不是 那当然飞机航空公司本身 它也有他们的一个 这个意外险的一个理赔嘛 所以只是说 在于你的车子 如果被飞机砸到之后 你不能用你自己的秉氏的车碰车 车体险 先出险来先维修你的车辆 因为为什么 车体险是赔我自己嘛 保障我自己的车辆嘛 但是这个飞机又是 非拥有道路路权的车辆 所以它不构成秉氏车体险 理赔的一个这个条件 也就是说啊 你得要自己花钱修你的车 再去找航空公司 或是这个飞机来去做球场 这一点也请观众朋友们 特别的要注意 了解了 不过我们真的也要告诉大家说 你真的如果你开车上路 一定保险都要买好买全 那接下来这则新闻 也是可以说是电影情节了 没想要真实在街头上上演 来看看 银三驾车加速倒车 远景开枪阻止 远景连开竖枪 驾驶蛇行倒车 后方车辆也下到后退 只见银三驾车 引擎开凸起 保险杆掉落 警方连开八枪 还是被驾驶逃逸 告诉小港 9号下午 穿出枪响 吓坏不少人 原来当时小港分局 远景在雪府路一处停车场 发现一辆银色轿车 车头灰色 没有熄火 停在该处 心机可疑 警方上前盘查 没想到驾驶 竟然开车冲撞警车 远景徒手破窗 又连开八枪 该车仍然逃离现场 警方后续在五公里外的 小港终置路上 发现该部轿车 但驾驶已经汽车逃逸 受伤远景 双手多处受伤 爆炸后已无大碍 小港警方也已经 锁定特定对象 持续扩大调阅监视器 插起犯行 天啊 这个如果万一在路上 遇到这个状况 大家赶快还是赶快 比较闪开会比较好一点 对不对 那当然啦 然后你这个 你在路上 看到警察真的已经在那边 啪啪啪啪了 对不对 你当然先趴起来 先躲远一点 是最上阵 免得被榴弹打到 对对对 被榴弹打到 你真的是也衰 那虽然一定会有什么 想要赔偿 救责什么的 但是呢 你也不要见义勇为说 警察好辛苦 这个追不到 我开着车帮你去追 对 因为在这种情况 第一个 你的身份问题 你又不是人民保姆 你追什么 第一个 对不对 所以如果碰到了情况 碰到什么事情 这个保险公司会说 你干嘛 你是平民老百姓 你没事你去 去帮警察去拦截 去撞 第二个 如果你去撞 你能够挡得住匪徒 也就罢了 结果呢 你这个要帮忙帮不成 反而你阻挡了警察 在追捕犯人 对不对 结果人家在妨碍公务 警察搞不好 你们一伙的是不是 对有可能 因为在那个警察 这种情况之下 事情一定都很紧急 而且你看 那远警开枪也不会 是直接要去打 那个驾驶人 他一定是想说 我把你的轮胎打破 让你的车子变慢 等等的 对不对 因为你在拦截这个过程之中 其实你拦截完 就算你抓到警察 抓到了这个歹徒 你还是要干嘛 还要上法院 不是现行犯 不是抓了就地证法 是不是 所以说 如果基本上 在整个的环节里面 第一个 你的身份有问题 第二个 你不要越帮到忙 第三个 如果你自己开了车 你去撞人家 你是什么身份 你自己车去撞人家 你还是一样 照一般的保险规则 然后你把我车 把别人的车撞坏了 对喔 对 如果以保险的角度来看 当然了 你要想保险公司就说 OK 你这个车 你有保险 你在这个公路上 你无故 你去撞别人的车 我说 我怎么是无故呢 我去拦警察 我建议永违 我要帮警察 你有什么证据 你建议永违 没错 所以碰到这种情况 劝大家 你不是终极警态 不要做这样子 无畏的事情 而且 万一自己吃到子弹了 就得不偿失 是 但相对于这种歹徒 是属于有形的杀手 无形的杀手 更让我们恐惧 有专家就指出 真的这个数十年来 最危险的杀手 竟然是他 你是谁呢 对 其实美国有一位 就是大家在称为说 他是这个美国的 汽车安全支付 他叫做Ralph Nader Ralph Nader 他其实 如果说你有关注过 政治新闻 他其实过去参选过美国总统 好多届哦 只是对 他只是当的最后面是没有当选的 可是呢 因为他在数十年前 他写了一本书 他这本书呢 叫做Unsafe at Any Speed 就是说任何就是时数都是不安全的 那其实这本著作呢 就是之后也催生了 就是说让美国的人民说越来越重视汽车的安全 然后最后就是催生了这个NHTSA 就是这个美国高速公路的汽车安全协会 这个就是很权威的这个安全组织 那关于你知道吗 其实像现在呢 我们买车的话 不是车上都会附那个汽车手册厚厚的一本 没错 对 其实这个汽车手册很早期的时候 其实它很薄 它是越来越厚 为什么越来越厚 因为里面就是包含说车子的配备越来越多 那越来越多的话 其实它会有越来越多的淡输 就是说大家要正确使用这个功能 如果不正确使用 可能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 你知道其实早期在美国 刚开始有这个就是定速系统 还不是说ACC有定速系统而已 刚推出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发生过一个就是事法案件 就是说错误的使用定速系统 那个驾驶人他觉得说定速系统开了 我就可以睡觉 我就可以不理车子 结果最后面导致车祸 然后就跟车厂就告上法院 然后最后面就是因为这个其实当时 也是一个争议事件 车厂没有在汽车手册里面 很就是明确的说 你在使用定速系统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 比如说手要方法方法 你要专心的看前方路况 遇到前方的车减速 你要就是确实减速 他没有做到 汽车手册没有诞明这一点 到最后面其实这个车主 他告赢了车厂 这个也是当时一个事件 所以就导致于说 现在为什么这一位 Ralph Nader 他郑重的呼吁说 他是跳出来说 Tesla的这个FSD系统 他是一个杀人 无形的杀人凶手 因为他这个FSD系统 他的全 就是正式的名称 叫做Full Safe Driving 就是全自动驾驶 有误导消费者的进行 他就跟你说 这个东西是全自动驾驶 他驾驶人说 我如果有配这个东西 我是不是不用管这台车子 他就可以自动带我去目的地 没错 因为Tesla他也宣称说 这一套系统 他可以自动辨别红绿灯 他也可以设定导航目的地 他就可以譬如自动变换车道 还可以自动下交流道 然后到达我要设定目的地 可是其实这个也是有淡数的 就是说 你当然手要放在方向盘上 手离开太久的话 他其实这个系统也会自动切断 这个是车厂给的一个机制 可是你知道就是那种 有时候磨高一尺道高一丈 那那种驾驶人 他总是会觉得说 我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破解这个 就是方向盘的限制 譬如说我加一个那种配重的东西 或是有没有什么可能修改软体 让他这个东西变成说全自动驾驶 我可以不用再去理会他 所以说以至于说越来越多人 错误的使用这个系统 导致于说像美国 那有四百期的这个 因为自驾系统 自驾辅助系统发生失误 其中七成就发生在Tesla身上 哇这比例很高耶 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点 有点诡异 因为他号称是这个美国的 汽车安全支付 确实他也督促了非常多的 汽车安全的一个这个诞生 但是其实他在抨击这个FSDS的时候 我觉得他讲了几件事情 我觉得蛮认同 就是说OK 不可以这样子往事 这个消费者生命才很安全 但其中有一句话 他叫做说 美国人不可以成为 这种巨头的企业 以及网红CEO的实验品 也就是说 他讲话真的好直白 美国人不可以 但是那其他人可以吗 我觉得你这个是人命关贴的事情 应该是以全世界人民来去做卡 你不能只单指美国人嘛 所以他是美国的汽车安全支付 嗯嗯嗯嗯 所以呢 对所以说呢 到现在其实越来越多美国人都重视 就是这位安全支付讲到了这个理论 甚至现在这个加州的建立单位 为什么是加州的建立单位 因为特斯拉在加州是卖的最好的 你知道今年加州卖的前两名最好的车子 第一台是Model Y 特斯拉Model Y卖最好 第二名特斯拉Model 3 天啊 这两台就是目前加州卖最好的车 所以加州建立单位也跳出来说 如果说特斯拉车厂他不针对这个系统 进行就是说一个很完整的教导说 驾驶人要怎么使用 或是说他要特别说明说这样什么 使用这个系统有什么样的风险 如果不这样说的话 他可能就是停止特斯拉在加州的贩售 对其实辅助驾驶真的要 呃就是因地制宜啦 还有就是说大部分我们都会希望大家能够在高速公路上面来使用 如果在市区的时候 真的因为变因太多了 有可能造成意外的发生